剛剛講到說這個李多慧 李多慧其實他因為 他加入到台灣這邊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關注他 我跟你講有一次的 這個轉播的時候 立刻讓全場差不多崩潰 而且崩潰兩次 為什麼你知道嗎 怎麼跟崩潰 要不要來看一下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旁邊的其他的 他的這個啦啦隊人 都把那個整個的舞材西位留給他 這才是最特別我覺得 就讓他幾乎是solo獨舞了 對 讓他就是solo 結果他這樣播播播的過程當中 我跟你講其實這是後來 另外一個網友他們拍下來了 因為當時在轉 主過來的 對 舞香美麗在東翠基 在轉播的時候 那個主播也在那裡講一講 突然導播 我也必須講啊 導播有的時候 因為畫面上面的關係 就把那個鏡頭給切出去了 這時候呢 男主播說了一句 導播切掉了 立刻網路直播上面 都開始大家聽說了 來唸給大家聽 這導播不行 真的要切掉 導播 你是在趕高鐵嗎 導播你會下地獄 大崩潰 請副控的導播記得 我現在不是在講話 瑪莉歐的喝兩杯 對啊 又開始說 看著鄭爽被導播卡掉 這樣子好嗎 我相信那一天 導播的名字應該有被罵掉 要來上班 像最近我們不是大家提到說 民進黨中正萬華去的時候 要找什麼雞排妹或幹嘛 但雞排妹他的態度是說 他去哪裡都OK 所以他又禁問也可以 你知道嗎 我又有看到那方建議說 他也可以去教他 還是去帶他你知道嗎 但問題是什麼 現在就有人就講說 如果民進黨的這個策略裡面 你是要找這種有話題性的 不然你找林鄉 林鄉最近也很紅 學長 你怎麼還沒有下載 那個廣告外 按摩習慣壓扁 一直撥 一直撥 你知道嗎 大家也覺得他身材很好 而且很漂亮 很正向 如果要選舉 怎麼可以找這個去呢 好 不過我覺得李多 會來到台灣是一個正向的 因為他這個真的是長得好看 重點是技術很好 他跳得非常好 我覺得會給其他的樂天女孩 一些正向的刺激 因為畢竟這樂天女孩的 傷心很驚人 沒有錯 我們現在談李多慧 很多人看到李多慧 我最近用幾個字來形容李多慧 李多慧平常時候 她是一個普通女孩 但是當音樂一響起的時候 那個眼睛 你注意看她 她的眼睛跟妖精一樣 突然間有魔性了 所以很多男生 仔細去看李多慧的跳舞 到最後我用最近最紅的幾個字 叫做入心入腦跟入魂 真的不誇張 各位仔細看 我曾經很仔細的去比較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 沒有跳得比較差 為什麼原來的和尚會念經 真的會比跳比較好 講實在話 而且重點是 你看她的眼神跟表情 人家是真的很用心 但現在呢 現在啦啦隊商機真的大爆發了 為什麼呢 據傳目前超過10家的整個廠商 之前呢 大概台灣不是軍軍 就是林鄉 現在說又加了一個李多慧 結果李多慧一出來 URI現在也要衝上來了吧 URI大概也慢慢衝上來 但URI的廣告 都是在所謂的網路上的 他大概比較很少那種電視或平面的一個廣告 但現在呢第一個 啦啦隊球團呢 據傳會有千萬以上的一個收益 不打緊 其實呢 目前以台灣來說的話呢 樂天一開始就是最敢去推這種所謂的啦啦隊的 他們除了目前看到的這一團之外呢 其實他們還有製團 他們還有一個訓練團 其實他們是往下一直在做承接的 但現在呢 這個商機非常非常大 而且可以推向所謂的一個國際化 那講到這個呢 我因為今天要來講這一題 我特別去問我們那種大老闆朋友 他們那種專門在做什麼呢 車展 電腦展 家具展 珠寶展的 他們就說 其實這些showgirl以前很辛苦 他們以前不紅的時候 跟職日生一樣 showgirl就是一次才找很多 8000到2萬 然後大家跟職日生一樣 你上去站一個小時 下來可以休息一個小時 但那個休息的地方其實很糟糕 真的很慘 但是如果你紅了 所以證明一件事 業員知識紅的 政治人物要紅 showgirl也要紅 紅了之後就不一樣了 紅了哪邊不一樣 我先跟各位談 現在像林鄉或君君 他們到對不對 不用值班 他們去就是 我就是所謂的吸票機 所以我幾點幾分到現場 那個所有的宅男 所有那些支持者 第一個先把場地先圍起來 熱鬧嘛 熱鬧完之後 場面做起來對不對 出來揮揮手拍拍照 拍拍屁股就走了 你不用在那邊值班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問這個大老闆說 那個經濟效應真的到得了嗎 結果他跟我說什麼了 阿寬 你怎麼這麼傻 講手一句話我恍然大悟 他說什麼呢 他說你叫大牌來 我們雖然花錢找他來對不對 花比較多 可以上新聞 可以上廣告 還可以創造流量 所以現在應援 之前都想說賣賣電腦 下載遊戲賣賣車而已 現在搞到連政治人物 搞不好整個刺客都會出現的 這種所謂的很漂亮的女明星 接下來叫林鄉來選舉 笑十年有一個女人 好像甚至有種女人 是不是有的 一句話 那你又會有機會 那你來了 我我說那一家 想家人 你也想家人 你還想家人 你也想家人 從未來的 我想家人 你還想家人 你還想家人